Percy 今天我们四人一狗准备去打球 今天我和Brett就在这儿打篮球 他们Christy还有小土豆就在 还有Percy在这儿玩遛狗 今天穿的中国泥泞去打篮球 今天又和我的同事Brett一起来打球 为了让小土豆一个人在旁边不无聊 鱼主人Christy带着他的小狗也一起来打篮球了 但来到了之后才发现他们家的小狗居然比人还喜欢打篮球 你看这只小狗它跑的速度好快啊 而且跳的也很高 一直追着我的篮球不放 后来听他们说这只小狗自己玩篮球 玩一天也不觉得累 所以家里面全把篮球给藏起来了 不然的话小狗自己会被累死 然后紧接着我也和Brett开始了我们的篮球大战 和中国篮球环境不一样 在美国你很难在一个篮球上找到其他人与你一起打篮球 家旁边的这个篮球场就从来没有看到其他人在这打过 刚刚打了两局都输 但是有一局特别接近 来我们打累了看一下Percy怎么打篮球的 小狗都和Percy对打 各位Percy抢打抢打来看一下 最终结果怎么样 哦Percy Win Percy那个彭的嘎嘎就赢了 来我们在玩抢气 谁先赢得气局 他也赢了两拳 争取我赢一局吧我今天 真的特别怀念中国的篮球环境 约上几个好友 3打3 4打4打下的那种 美国的这种公共设施确实特别齐全 而且很新 但问题是像篮球这种多人集体活动找不到人的话还是很麻烦的 不知道在美国的小伙伴有没有什么好方法能找到很多人一起来打篮球的那种 要下雨了 我们准备回去了 今天这一场球打的 打得五局 一局也没赢 但有进步比上次 OK 我们今天篮球打完了 今天可太累了 等会儿回去休息一下 下次带大家看看 美国的社区一般是什么样子的 OK